我呢 有一个想法 你听听看 听说 咱们公司啊 每年都有一笔 固定的慈善费用 这笔钱呢 是形象公关用的 今年这笔钱 到现在没动 我可以跟余总建议啊 把这笔钱 就放到你们浦江去 靠谱吗 绝对靠谱 我告诉你啊 将来具体执行 就由你来负责 所有的钱 都经过你的手 而且呢 你开可以代表公司 衣锦还乡 疯狂啊 少爷 你要去哪里 让他 少爷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请回房间吧 少爷 请配合我们工作 少爷 快来人 少爷要走 少爷要走 少爷 请您回去 少爷 别为难我们 我们也是执行任务 请你体谅 少爷 少爷 乡 是 老弟 áng 小爷 老弟 老弟 是 我 我能理解你 你的中国爱人背叛了你 心情不好打了人 我原谅你 韩教授说了 连续的化验结果都非常稳定 这说明你的病已经彻底好了 你要看清实实 林家是不会接受一个 风流艳势的儿媳妇的 你和那个中国女孩 我是不会同意你们交往的 韩娜不是那样的人 照片都在你手上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当初在全国 寻找能治你这病的专家 不曾许下诺言 谁要能治了你的病 我就资助他后边的乡 潘教授做到了 可他后边科研项目的预算 却是一个天文数字 该是你为家族处理的时候了 志军 我跟郑会长已经谈过了 他很有信心 只要我们两家联姻 股值增长是肯定的 这是个双赢的结果 郑会长已经让他的女儿 昨天从英国回来了 明天你们见一面 增加一下彼此的了解 爸 国外的人是中国的陆安娜 志军 一个一辈子围着女人打转 开口闭口谈情衰的男人 是不会有出息的 往来就没有想过要出人头地 我更不需要别人看得起我 我只想跟着自己的心走 跟你谈这些 不是在跟你商量 是在通知你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没有选择 林氏集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是不会妥协的 爸 你可以想别的办法呀 别的办法我都想过了 都没有用的 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你是林家的肚子 你有责任 帮助整个家族渡过这个难关 拜托了 我很了解我的父亲 当年他为了事业 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和妈妈的感情 现在的情况 我和他的事业 他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而且我也毫无能力逃脱他的控制 我和他做出了很多地方 他做出事业 我和他做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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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做的 怎么看你像三天三夜没睡一样 昨天晚上一直打葫芦 就跟那个摇滚乐队似的 我真的好几天都没睡那么香了 我还打葫芦了 放心吧 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不耽误你家人 你今儿不上班了 我今儿不去上班了 女魔头最近情绪很不稳定 她还放话说要把杂志社给卖了 反正现在也不怎么管我们 待会儿你赶紧吃 吃完了我们就去找一个搬家公司 把你的东西全都搬回来 要不等赵冰凡下班让他搬吧 他有力气啊 赵冰凡现在升官了 他现在可是个大忙人 是吗 我听说他现在可是公司的红人 我妈说赵冰凡特能干 他对赵冰凡的印象特别好 你妈没说让赵冰凡给他当女婿啊 说了 但是我当时就跟他说了 赵冰凡可是我们家格雅的 你肯定没这么说 你当然都不理我 不跟我讲话 说实话吧 我觉得赵冰凡 真的挺喜欢你的 怎么你也开始胡说了 我没胡说 他为什么陪你去了两次马来西亚 那还不都是你让他陪我去的 好吧 老板 你这帮我处理一下潘克希 得多少钱 得两千块 两千这么贵 你这这么一大面积加两门 这至少得两千块吧 我这车都没多少钱 便宜点吧 要不然就一千八 一千六 一千六就一千六吧 行 雨总 对不起我来晚了 这是圆魂公司的表书 你怎么迟到了 我的车不知道被谁给弄坏了 怎么回事 被人拿油漆喷了字 喷 喷什么了 骂人的字 怎么会这样呢 你是不是都算什么人了 没有啊 我估计 是孩子们的恶作剧吧 你去哪儿啊 我去见郑会长的女儿 来 大娘 你们的车是合作剧 увеличеное一场 一些飞表 一 ge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慧珠小姐 我们家志军少爷来了 你们聊 有事儿叫我 你好 慧珠 志军 你好 你变化可真大 如果在街上遇见你 我肯定认不出来了 你的变化才叫大呢 现在是个大美女了 哪有 你想喝点什么 喝它一样 你好 稍等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啊 我在想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孩 真的是我曾经认识的 哀哭鼻子胖乎乎的慧珠吗 我小的时候跟你印象这么差吗 慧珠 你整过容吗 没有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会长 情况怎么样 他们聊得非常好 没什么意外 好 要多加小心 要多加小心 明白 谢谢 好 请 见到你很高兴 我也是 我们很久没有见了 听说你这几年在英国 我在英国待了十三年 英国怎么样 待得习惯吗 还好吧 刚就那个国家 觉得有点无聊 有点刻板 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我听说 你在中国想的大学 为什么要去中国呢 我原本是想学医的 我爸不同意 他想让我上商学院 我又不同意 所以我跑到中国上了医学院 我妈是个中国人 我听说 你母亲去年去世了 你还有一个妹妹 至今下落不明 是的 慧珠 你知道你来的目的吗 知道 为了家族的利益 跟你结合 慧珠 你带了几个人来 四个人 在你身后 你带了几个人 也是四个 还蛮对等的 这是区别 说说你的现在 现在 现在 没什么可说的 没有女朋友吗 慧珠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我的人跟我说 让我坐在这里不可以动 没事 只要你一动 他们会跟上来的 外面风景多好 少爷 您要去哪儿 我们到外面走走 会长吩咐了 您能 您可以在这儿呢 我们想到外面 偷偷气 你不放心 你可以跟着 走 会长吩咐 你觉得这个场面好玩吗 你觉得这个场面好玩吗 我们往回走吧 来 手给我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放心吧 你知道刚刚为什么我要拉着你的手吗 不知道 不知道呀 这样会让他们放心 难道他们还怕我们跑了 这么多人看着 跑是不能跑 他们在我房间里 已经装了窃听器了 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干什么 这就是我让你出来 跟我走走的原因 我不相信他们提前安排的地方 你是怕他们 现在还在监听我们 对 哥雅 哥雅 快 来帮我看看 怎么了 我想买个面具 你看这个怎么样 可以啊 挺好的 我也觉得可以 那我下单了 安娜 问你个事呗 说 那我说了 你可不许生气啊 什么事我还得生气啊 等智君 找过你吗 你看你看 刚说不生气的 我没有生气 那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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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呀 我想着他应该跟你联系才对呀 有什么好说的 说什么都可以啊 你们可以叙叙旧啊 或者他问问你 哥雅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不要再提这个人了 好想想你的赵平凡吧 好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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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听我爸的话 去见了真会长的女儿 你见了张家小姐 什么感觉啊 她很美 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 你什么意思 我说她真的很不错啊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怎么了 我给你说的是真心话 难道你忘了 有人敲门 爸 好 音乐开这么大声干什么 把音乐关了吧 姑娘 我跟志军说一会儿话 今天和郑家女孩见面了 感觉怎么样啊 真是女大师八变 她跟我小时候比 真的是另外一个人了 这么说你对回珠很满意了 她跟其他女孩不一样 很安静有礼貌 我们在一起感觉很好 那就好 爸 您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结婚 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啊 我是说 我和慧珠的感觉很好 都听您的安排 英雄难过美人观 男人嘛 说到底了都一样 说实话 郑小姐的确很漂亮 少爷跟她在一起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地问过 什么时候结婚了 看来那个中国姑娘 在少爷心里边的位置 并不那么牢固啊 不会是照片起的作用吗 我看她是见了慧珠小姐以后痛心了 他们见面没什么意外吧 没有 他们只是在院子里转了几圈 都在我的视线之内 不会有问题的 看来是君是真情流露了 我看也是 少爷对慧珠姑娘真的有感觉 还是要小心 要转变得这么快 不能放松警惕 要直到他们结婚 我们才可以安下心来 是 早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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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再放大点我看看 你看不到他的脸 这个人很明显是有变儿的 你得罪了谁吧 没得罪谁啊 看体型 这应该是个女的 姐 你说你把赵金凡提拔为自己的助理 是不是想撮合她跟安娜 就你聪明 没水了 来 安娜帮我接个水 我去烧 我来吧 行 来 坐 这安娜要是能找到赵平凡这样的好人 这一辈子呀肯定会挺幸福的 至少不会欺负她 是啊 反正比那外国人强 回去开车慢点啊 好 我走了 嗯 拜拜 拜拜 你怎么了 没怎么呀 没怎么呀 什么没怎么 有点累了 哎呀 这安娜要是能找到赵平凡这样的好人 这一辈子呀肯定会挺幸福的 raine うん 啊 嗯 嗯 嗯 你干嘛 又来跟我挤一张床 不嫌热 怎么 不欢迎啊 那你可别嫌我睡觉打呼噜啊 没事 是啊 你就等我先睡了 你再睡呗 想多美 说吧 今天怎么了 没怎么呀 你就别骗我了 下午喝茶的时候还有说有笑的 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变成闷葫芦了 说吧 怎么了 是谁招惹你了 赵平凡去给你妈当秘书 这事儿是你帮忙的吗 嘿 什么意思呀 今天我听到你妈跟你小姨说 你跟赵平凡的事儿 我可不是偷听的 她们说什么了 是不是商量着 要招赵平凡当女婿啊 你知道这事儿啊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用脚踩我都猜得出来 你就因为这事儿不开心了 也没有那么不开心吧 你别听我小姨的 在我小姨脑子里啊 除了想让多多上北大 就是寻蒙着给我找个结婚对象 有的时候我都在想 我小姨才是我亲妈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好了 哥呀 说点正经的 赵平凡她不是我的菜 我知道你喜欢她 但是你得主动点呀 人家好歹也是个少女 总得矜持点吧 矜持 行 那您就矜持着吧 反正我知道啊 我妈公司的漂亮小姑娘 多着呢 赵平凡一表人才 我估计现在盯上她的眼睛 不止一双 如果到时候被别人抢先了 你可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我才不信我们家赵平凡 能看上那些无脑的小妖精呢 她品位没那么差的 确认小姐 在这里我是红梅 红梅小姐 你哥哥的病已经接近康复了 你不感到高兴吗 我当然高兴了 但是 可是她好了 你就不能再留在这儿陪她了 你还不打算表明你的身份吗 我本来就是来陪她的 她的病好了 我当然很开心啊 因为我再也不用陪她了 我还巴不得呢 那好吧 我就回去跟会长汇报 告辞了 等等 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可以让我留下的吧 不想离开也不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跟会长表明你的身份 不可能 好 进来 少爷 你找我 金律师 门口看着我的人 都是你的手下吧 是 我不听父亲的话不对 听了父亲的话呢也不对 那你说说 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明白 我是说你门口安排的人 一天到晚 二十四小时的站在那里 所以是在盯着我吗 是不是我结了婚 你还要派人扒门缝 不会少爷 你误会了 你马上把门口的人撤了 我去问问会长 你去告诉我父亲 和惠珠的婚我不结了 这些都是少爷说的 是的 让你的人都撤了吧 好 我这儿就去安排 是 跟郑会长说说 把婚礼提前到这个周末 让监听的人 要更加仔细 这种时候 不能出任何差错 是 好 滚滚 你来了 你还看我 好 你快听 快点 说什么快给我听不起了 你先坐下吧 我要去中国了 那女孩要去中国 你为什么要去中国 反正你现在病也好了 我也不需要照顾你了 我在这儿也多余了 你什么时候回去找陆安娜呀 我不想去中国了 这次通过照片 我看安娜已经有别人了 我祝她幸福 你的感情好脆弱呀 就凭几张照片 你就相信陆安娜她不爱你了 那你还要我怎样 让她亲口告诉我她有别人了吗 我告诉你 我要跟慧珠小姐结婚了 你要结婚了 对 我前天已经见了慧珠 她很漂亮 我要娶她 你心里真的没有陆安娜了 少爷说想结婚 我现在满脑子 都是慧珠的银子 你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 慧珠很漂亮 而且人也很好 我要是娶了她 对我们家也有好处 我看你是完全被 灰珠小姐的美貌吸引了吧 你忘了当初为什么让我去中国找陆安娜 你说就算她有男朋友 你也要把她抢回来 结果现在你病好了 确实严了 那只是当时的一种说法 当我看到爸给我看他们两个的照片 我就彻底死心了 可是是你现在欺骗了陆安娜啊 是 我承认我是欺骗了陆安娜 但她现在心里有别人 我没办法 少爷说还是郑家的姑娘比较适合她 郑家的姑娘漂亮 温柔体贴 看着比在中国的安娜要得体 而且很有教养 那个姑娘还说什么了 她说她马上要离开这儿 赶快让她走 她在这儿本身就是个麻烦 你怎么了 我觉得我的衣服有点太露了 你看肩膀都露在外边呢 你这根本就不是衣服的问题 是你 你太紧张了 你又不是不认识赵平凡 你干嘛这么紧张 待会赵平凡一来呀 你 来来来 你自然点 不好意思 有点事来晚了 没事 我们也刚刚到 今天突然想起来叫吃饭 没事就不能请你吃饭了 刚洗完头啊 我 你话这么能装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眼前一亮 觉得很不一样 是有点黄眼 平凡 来 你们签点菜啊 我去趟洗手间 那你先 先点菜吧 今天什么日子啊 不是什么日子啊 那你干嘛把自己打扮成这样啊 你觉得不好看吗 没有 我就是觉得 你还是不化妆更适合你啊 真的吗 我也觉得我的妆有点太美了 可以啊 平凡 你们先吃啊 我妈打电话说我家里有事儿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吧 不用不用 我打车就行了 家里来亲戚了 那你慢点啊 好 你们好好吃啊 拜拜 咋说走就走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啊 好多了 用毛巾摘了吧 我特意做的造型啊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赵平凡说 他有几份文件要处理 急着回公司了 你跟他说了没有 说什么呀 表白啊 没说人家也没跟我这事儿 没什么时间啊 你看这事儿办的 我跟你说赵平凡这人 他不主动 他闷 这个时候你就得主动一点 我怎么主动啊 再说了 他也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主动啊 算了 我看这事儿 还是顺其自然吧 而且我现在也没心思 琢磨这种事情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工作的事情 工作的事情 我直接让我妈给你找去 实在不行 你就直接去我妈的公司上班 对 你就到我妈公司去上班 这样你还可以每天都看到赵平凡 你那就有机会 千万别说啊 说了我也不去 为什么呀 我不想再进公司了 我觉得我也不太适合做办公室 再说了 我也有点怕你妈 那你说你想干什么 我帮你打听打听 我想自己写小说 然后在网上发表 你觉得我可以吗 行啊 没问题啊 想写什么 我跟你参考参考 悬疑推理 连环杀人犯之类的 你口味还挺重的嘛 我现在已经有几个方案了 回头你帮我参谋参谋 没问题啊 我几双手支持你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格雅你跟赵平凡的事情 不能脱了 你得加把劲啊 安娜 说实话吧 赵平凡这件事情 我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 就我特别害怕 跟他捅拨这森窗户纸以后 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不至于这么严重 你看 我跟你说 要不这样 你看过两天就是万圣节了 就在这天 你直接跟赵平凡摊牌 万一 我只说万一啊 他没有准备好的话 你就说 万圣节快乐 我开玩笑的 这样不伤感情 你俩也有台阶下 你觉得可以吗 合着你把万圣节 当愚人节骨了是吗 那我想想吧 好 谁啊 爸 这么晚你还没洗着 睡也睡不着 过来看看你在做什么 您坐吧 你也坐下来 您有什么事吗 我是希望你和郑家姑娘能够尽快结婚 有些姑娘适合谈恋爱 有些姑娘适合结婚过日子 做我们这样家庭的媳妇 闻当户对 懂事理事大体是前提 男人可不能陷在感情的漩涡里 爸 您的意思是 我知道了你觉得郑家姑娘好 我很高兴 我已经把你们的婚礼 安排在了这个周末 这么急 你病了这么长时间 我能不急吗 新房子 我放在了瑞士工业 结了婚以后 可不要完全沉醉在二人世界了 好 喂 赵平凡吗 是啊 我是吴队 你来一下物业吧 出什么事了 我听说你那车又被人给砸了 谁砸的人抓着没啊 我砸的 怎么了 去哪儿 中国 你心里还在想的那个中国姑娘 我已经把你们的婚礼 安排在了这个周末 我男朋友跟我说 一定要我替她 向你鞠躬致县 少爷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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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从前的记忆 我们的心 一只心又灵犀 多远的距离 也不怀疑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都变了一片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牵 它要我们一起相恋 远 我的心就变向你那边 我的心就变向你的那边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一生才却为止远 我们的心都变了一片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牵 它要我们一起修炼 我的心就变向你的天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我只需要 Tan 我们的心就变为止远 于是 joined 我们一起想念 若能够对谁特别的想念 要够对谁特别的想念 哦 obviously